高雄有名富人日前在寿山山脚下自家阳台被毒蛇攻击 手指还一度发黑溃烂 差点截肢 幸好注射血清 伤口才逐渐恢复 而事实上近期因为高温高湿正值蛇类的繁殖期 毒蛇活动相当活跃 因此专家建议大家如果要到山去的话 务必要小心 真的不小心被蛇咬 也要谨守五药五步的口诀 能够减缓毒性扩散的速度 因为那下过雨后要整理 刮盆要拿下来 就伸手的时候就一倍咬了 回想当时情境富人余季游存 原来上个月十号 她在寿山山脚下的自家店面后阳台 无故遭到毒蛇攻击 手指头被咬着不放 还差一点就得截肢 咬的时候当下她咬死还勾着 还没放 我就把她甩在地上 走到这边 如果继续在这边要走的时候就不好了 当时那尾龟壳花就躲在店铺打花盆后方 富人没有察觉伸手想要挪动 却意外被咬 事后松医注入血清 伤口一度溃烂发黑 所幸最后血清发回功用 如今伤口也逐渐复原当中 都会看到 偏偏爬山一定都会看到 只是寿山毒蛇本来就多 对登山客而言几乎甜甜碰见 再加上近期稿纹高湿又正指蛇类繁殖棋 不止龟壳花赤尾青竹丝或是眼睛蛇等活动都较为频繁 而这些蛇类多半生活在人烟稀少地方 虽然可能因为天气变化改变栖息地 但爬山时尽量走在木栈道远离植物茂密的小径 就可以有效降低遭毒蛇攻击的几率 要穿有包覆的鞋子 必要的时候请你戴登山章 不小心被蛇咬伤了 尽快就医最重要了 管理处也提醒 如果不慎被蛇类咬伤 要善用无药无不原则 除了脱下饰品包扎伤口上缘 同时也千万不要冰敷 亦不能用嘴洗出毒液 才能减缓毒发速度及时保住性命 解田环文玉高雄草报道 解田环文玉高雄